这应该是团葬最悲催的一次了 此时佐助正对木叶发起了进攻 在木叶陷入危机之际 名人终于登场 佐助一看到名人来了 愤怒地让名人少来妨碍他的复仇 名人深知佐助复仇的头号目标是团葬 而团葬也是他一直想要干掉的人之一 于是他故意引诱佐助跟着自己走 此时的木叶村里战火四起 但在名人率领了佩恩以及奇拉比和鬼交前来支援后 带土的白绝大军很快溃不成军 自来也和钢手站在高处紧盯着战况 得益于名人的支援 木叶未在出现任何王者 钢手难以置信地看向了自来也 自来也欣慰得一笑 自从上次和名人分别之后 他就一直在思考名人的目的 大蛤蟆先人预言自己的徒弟中 有一个能带领这个世界的人 如今来看那个人非名人莫属吗 这时同样在高处的带土 看着鬼交陷入了沉思 最不可能背叛的人 投靠了他最不可能投靠的人 这种事也只有别天神能做到 直水的眼睛果然被名人拿到手了 眼看局势一边倒 带土也不得不亲自下场了 此时佐助在名人的带领下 终于找到了团葬 一看到团葬佐助连名人都顾不上了 须左之剑直接破空而出 团葬来不及躲避地被大剑贯穿 但很快他的身形突然出现在了佐助的身后 他手握苦无刺在了佐助的须左之上 结果不言而喻 佐助惊讶地同时操纵骨拳一击 再次击杀了团葬 站在一旁观战的名人神色肃穆 之前在他离开村子之前 他已经夺走了团葬的所有血轮眼才对 为何对方现在依旧能够开启医血奈奇 原来团葬在之前被名人偷袭之后 为了弥补自身失去的战略 他偷偷连细药师都对身体进行了改造 此时的他浑身像羽质波性一般 总共移植了50颗克隆血轮眼 这些血轮眼虽然无法像曾经那样一颗维持一分钟 但每颗都足以让团葬躲过一次杀身之火 团葬解开身上的绷盖后猙獰的笑道 今天你那双眼睛 以及那妖狐小鬼体内的九尾老夫就收下了 看到团葬浑身遍布着的血纹眼 左柱愤怒地握紧了双拳 须左大刀立劈而下 大刀解决了团葬 但却在一邪那旗下化作了梦幻泡影 团葬无损之躯在十米外出现 他戏谑地表示任何攻击都是没用的 不过虽然团葬比前世更强了 但此时的左柱也今非昔比了 已经开启了永恒万花筒的 他实力要远超曾经 一番消耗战后 二人的大战终于来到了尾声 团葬没想到左柱居然能够坚持如此之久 此时他的血轮眼已经几乎耗尽 团葬不得不开始省着点使用一邪那气 这时左柱再次对着团葬挥出了须左大刀 团葬意识到不妙 立即向后跳起 但在空中的他犹如左柱的火把子一样 左柱一发加剧吐命之剑瞄准后快速射出 团葬见状不屑一笑 吃过多发须左之剑的 他对左柱箭矢的速度已经熟知于心 这个距离他预估犯不着动用一邪那气 于是团葬使用风盾改变了自己下落的轨迹 眼看左柱的黑炎箭矢就要射空 在远处的名人突然偷偷用万象天影 将团葬拉回了原先的轨迹 团葬满脸惊恶 这个距离他已经来不及结印一邪那气 那妖狐小鬼还真是不讲武德呀 须左大剑最后直接贯穿了团葬 团葬瞬间失去了行动能力 黑炎一下子席卷了他的全身 没有一邪那气的 他最后成为了火影中第一个被天罩干掉的人 大仇终于得报 左柱仰天大笑了起来 复仇的心绪让他的查克拉更加冰冷 他回头就要开始对木叶展开杀戮 但名人却突然拦下了他 毕竟要对团葬之外的人下手 名人就不能袖手旁观了 左柱勃然大怒的就要攻击名人 这时黑色漩涡突然搅动失控 带土出现在了二人中间 这时黑色漩涵突然搅动失控